当法律不再公平,不能守住正义的底线 无助的人们只好独自踏上那条误会路 即使知道那是以生命为代价的,也依旧无怨无悔 因为他们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尼克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美丽的妻子,可爱的儿子,家里总是充满欢声笑语 尼克经常和儿子们谈论人生理想,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尽最大的可能,这是孩子的理想 然而,一切的美好都因为一次加油而破灭 一天夜晚,他在一旁的加油站加油 一边和妻子在电话里面谈笑风声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 恐怖分子突然出现,袭击了便利店 他们打算抢劫并不是为了钱 而是想要去体验杀人的快感 便利店所有的人都是他们猎杀的目标 尼克大儿子恰巧就在里面 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他不知所措 本能地做出了投降的姿势 但这样的举动更加增长他们嚣张的起研 他们让其中一个蒙面人拿刀杀了布兰登 他看上去像是一个新手 布兰登不幸成为他第一个目标 在同伴的鼓励之下,布兰登被一刀封喉 先学从他的脖子里面喷涌而出 袭击完结束之后,他们便飞速驾车离开 只留下一个掉队的队友 尼克看到儿子被杀 分离铺上去和恐怖分子决斗 他不敌年轻小伙还是让他给跑了 不过尼克摘下此人的面罩 清楚地看到他的长相 罪犯在逃跑中被车撞到 尼克接紧抱住儿子呼唤他的名字 求求他千万不要出事 可天不遂人愿 他被送到医院之后,抢救无效身亡 逃离现场的恐怖分子享受了嗜血的欢愉 在他们眼里,受害者的悲好都是对他们行为的鼓励 在为布兰登举办葬礼那天 天空下起大雨 那是儿子在天上悲伤的哭泣 更是对恐怖分子无声的控诉 他有着大好的青春年华,美好的梦想 就因为这几个社会渣渣而全部破灭 生命也被夺去 尼克和妻子人受着极大痛苦 人生最悲伤的事情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 寂静的夜晚回荡着他们无声的哭声 尼克发誓一定要为儿子讨回公道 他来到警察局指认了犯罪分子 那个名叫阿乔的人不过才23岁 他逼自己儿子大不了几岁 他不敢相信如此年轻的孩子 眼神里面竟然充满了血腥和暴力 双手更是沾满了鲜血 披着人的皮囊却干着前兽的事情 他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就算被判死刑也不能告为冤死的忘魂 也不能缓解尼克一家人的悲伤和悲愤 然而现实却给了尼克当头一棒 别说死刑就连重罚都不是 一个失去儿子的父亲 在法庭上得不到法律的庇护 不能告为儿子的亡魂 还要承受极大的侮辱 这个杀人辱麻的犯罪分子 只被判到3到5年 案发现场是全美唯一一个 没有安装监控的加油站 除了尼克之外 没有任何目击者 而杀人凶器也不翼而飞 人证无证都缺乏的情况下 3到5年是能争取到最大的刑罚 果然陪损谈介入 只会让阿乔无罪释放 这件案子并不是普通的抢劫杀人案 他们杀人是帮派的入门仪式 杀人是他们的游戏 布兰登的死是为了增加他的男子气概 在暴力街区长大的孩子 很容易博得陪衬团的同情 边方也会不遗余力将他打造成受害者 尼克就不会接受这样的结果 如果他这么做了 那孩子的亡灵又该由谁来安抚 他不认为3到5年的时间 能够让一个人彻底悔过 他看着阿乔毫无愧疚地出现在法庭上 内心的怒火彻底被点燃 可尼克在法庭上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更改自己原先的口供 让阿乔无罪释放 所有人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 难道他是向暴力者屈服了吗 不 作为一个父亲 他永远不会放过杀死孩子的凶手 他要用自己的方式给孩子讨回公道 法庭上更改口供持第一步 也是向那些人发出的无声挑战 他在一条老旧的截区找到那个法外之徒 他终于下定决心向其复仇 嚣张的气焰让尼克愤怒他们扭打在一起 打在阿乔身上的每一圈都是对阿乔斯的复仇 尼克将刀刺入阿乔的胸膛 也让他尝一尝刀子冰冷的感觉 大仇得爆 尼克终于哭了出来 心中的委屈和愤怒都得到了释放 阿乔的死很快便传遍整个黑帮 他的哥哥比利和咽不下这口气 作为黑帮大佬没人敢欺负他 也不敢动他的家人 他一定会向其复仇 动用一切关系和眼线 很快将目标锁定在尼克身上 在他公司设下了埋伏 只要他一出现便会杀了他 自从阿乔死后 尼克就十分警觉周围的人和事 他感觉到不太对劲疯狂逃窜 在一个停车场和比利上演一场猫术游戏 他让所有汽车警报器响起 分在比利一帮人的注意力 又用汽车做掩体 从身后将一个混混不倒 他想要驾车逃走 不料被抓住 刺打期间 车不停向后滑动 在车坠落那一面 他跳窗自救 捡回一条命 驾车逃跑 刚刚经立场的厮杀 内心还未平静 他便接到妻子的电话 被告知小儿子 卢克不见了 好在并不是比利那帮人劫持了 他只是去了哥哥被杀的案发现场 他观望那里十分的难过 也知道父母对于哥哥的死 十分的伤心 是不是他们更希望死掉的是自己 毕竟他们从来不像爱哥哥那样爱自己 卢克的话神神刺痛了尼克的心 如果有交换的机会 他们宁愿死的是自己 尼克将孩子带回家之后 让他不要胡思乱想 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他更重要的人 比利不把尼克杀死是不会罢休的 他派人到尼克的公司去调信 小婚婚高喊着尼克的名字 对他进行死亡的宣判 他交给尼克一个箱子 里面放着一张他们的全家福 照片上所有人脸上都被打了黄色的叉 比利要用尼克全家人的性命来祭奠自己的弟弟 尼克非常害怕 家人是他的底线 他自己怎么样都无所谓 七二是绝对不能受到伤害的 他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 打通照片背后的电话号码正面迎敌 藏在暗处的比利像死神一般 给所有人的生死定下时间 他会一个一个将他们给杀死 知道他们谁都无法反抗 比利的话刺激了尼克的神经 他知道凭借自己的力量 根本不可能阻挡他们进攻 他警求警方的援助 希望能够保住七儿的静命 而警方接到消息之后 窝林警官来到尼克家里 自从他上次看到尼克的手术上 他就猜到阿乔的死和他有关系 希望他能够亲口告诉自己 否则他们将得不到任何庇护 尼克向他坦白 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阿尊 法律上得不到的公平 就要用这样的方式得到 一命提一命是他最无奈的选择 虽然知道这是错的 但是无怨无悔 夜幕降临 危险和恐惧也伴随着黑暗而来 警方太过于低估这群人的实力 只派两个人在尼克家父亲看守 他们在阻止比利行动之前 就已经被杀掉了 七尘的迷敌声惊醒尼克 他知道那帮人来了 比利带着手下闯入尼克的家里 在黑暗中和他们发生激烈的打斗 七尔都被他们抓了起来 尼克也被打倒在地 比利冷冷地看着他们 如死神一般随意夺取他人的性命 他毫不容易开枪射杀了尼克的七尔 尼克想要去阻止这一切 却发现为时一晚 他也中枪倒地 难道这个世界上邪恶中将战争一切吗 或许是上天听到尼克的哀求 眷顾着他 比利的枪打偏了 尼克重新捡回一条命来 而他的儿子也活了下来 只是不过什么时候苏醒还是一个未知处 尼克极度自责 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的 使他害死了自己的妻儿 看着儿子躺在那里 他持分地心疼 他爱儿子 只是有些时候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爱 对他的关心也不如大儿子 尼克向妈妈固执又热情 他不应该将自己对他的爱压在心中 如果早点告诉他 自己和儿子的隔阂也会少些 尼克对儿子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对不起 对不起让他长受痛苦 对不起不能好好保护他 如果比利知道他们还活着 一定不会放过他们 只有他们死了 他们的复仇才会结束 为了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儿子 他愿意放手一搏 为他创造一个没有危险的人生 尼克逃出了医院 取出所有的存款 在一个酒吧打听到比利的下落 他拒之间先到黑市买了枪支 老板向他介绍很多型号的枪支 尼克一共买了四把枪 看他如此爽快 赠送他很多子弹 老板就是比利的爸爸 在利益灭前 儿子的性命不值一提 他早已感觉到 眼前这个人 购买枪支的目的 就是为了杀死自己的儿子 可他管不了也不想管 他认为自己的儿子确实是个混蛋 他自己的孽战由他自己偿还 比利从说明书上学得枪的使用方法 经过反复练习 学会了使用 他剔掉自己的头发 和过去的自己做告别 准备好一切 他来到比利的住所 比利并不在这里 只有他的手下 尼克拿枪指着他的头 学问比利的下落 而死时都混混 见到这样的尼克瞬间怂了 他乖乖叫出比利的下落 在一座大桥之下 并在尼克的授意之下 打给比利 尼克对他进行了正义的宣告 他一定会为自己的妻儿报仇 枪垫老板 还是在乎比利这个儿子的 常怕他被杀死 在尼克找到这些找到了他 想要阻止他前去赴约 可比利根本不懂老爸的怜苦用心 听不得他的唠叨 开枪将其打死 他自认为自己是神 不会害怕任何人 但他忽略一个父亲 为儿子附属的决心 尼克向他发起了疯狂的反攻 一个人单枪匹马 闯入比利的驻地 抱着必死的决心 杀了一个又一个的坏人 最后他和比利相遇 双方都发起猛力的进攻 两个人都身中竖枪 奄奄一息坐在椅子之上 比利嘲笑着尼克 笑他最终和自己一样 沦为杀人的魔头 比起来谁又比谁高贵呢 尼克拿出最后一把手枪 聚高临下 看着眼前这个杀人的魔头 毫无犹豫扣下了扳机 但他是惩恶的神 最后尼克捂着中枪的脖子 回到那个曾经充满患生笑语的家里 坐在沙发上 看着记录他们幸福的录像带 电影也到此结束 本篇是美国电影非法制裁 如果法律不能带来公平的审判 那么这样的做法 便是人们最无奈的选择 暴力恐怖袭击使人们如惊弓之鸟 法律守不住正义的底线 警方保护不了人们的安危 善良的人只好变成恶魔来守护自己 对换人进行制裁 可是渊渊相保何时聊 复仇并不是值得推荐的事情 而暴力只会引发更多的暴力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点订阅关注 持续更新不见不散